令吉金扫兑美元在创下24年来新低 对话率跌到四令吉52仙 昨天财长东郭招夫鲁录制影片 否认令吉贬值危及大马经济 并说对出口商有利 共产党通讯主任李建聪对此讽刺 扎夫鲁既然有时间拍摄TikTok影片 那就应该解释令吉贬值究竟对大部分人民是不是好事 李建聪发文告表示 对比其他货币马币贬值的趋势持续了20年 他也批评扎夫鲁忘了大部分民众因为令吉贬值而受罪 人民现在的生活比20年前更辛苦 毕业生没有获得相应的薪资 李建聪补充 在令吉贬值下奶粉、面粉、牛肉甚至是马铃薯都会变得更贵 扎夫鲁说国家货币贬值是好事 根本是在混淆人民 他讽刺扎夫鲁跟企业界关系密切 自然为令吉贬值有利出口商而感到高兴 但却忘了人民必须承受高昂的物价 李建聪点出 令吉贬值也会导致出口商需要购买更贵的进口原材料 赚服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 高技能外籍劳工会要求加薪或离开大马 令吉疲软无法为我国吸引或留住人才 第三 令吉持续贬值会赶走外资 如果大马资产不断贬值 谁还要来投资 赚服鲁昨天在Tiktok上传影片指出 令吉的表现应该从整体来评估 而不是只看兑换美元的表现 他指出 不只是令吉兑换美元持续走软 其他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而且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相比 令吉已经走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